我還沒走大運 你還沒走嗎 不像你走大運 我已經在走衰運對不對 我不是歌唱的好發片 是因為那些唱片公司 覺得我主持這麼多節目 所以那公司就把我牽進去說 來 你發歌 所以我就讓師妹 師弟他們 來上節目 他是因為這樣方便 才叫我去發歌的 後來他發現 原來他是 哇 這麼能唱 覺得美秀跟你一樣有這個命 除了運氣很好之外 他經商也成功 他做的廣告 哪一支不紅啊 真的啊 為了謝娃娃姐就來誰勝出 男人齁千萬五湯村一支嘴啦 而且走老來運 他還沒老啊 要老也是你先 對啦 我還沒走大運 你還沒走嗎 不像你走大運 你一直在走衰運對不對 你出道久 還是我出道久 我吧 只是沒有紅 我比較紅 我第一張專輯 容妝搖滾就紅了 等一下 你濃妝搖滾的時候 我已經是鑽石舞台 真的嗎 當然 我記得你比較早出道 當然 因為我在秀場主持的時候 他就在前面唱開場了 一開場 三首歌唱完 大家都覺得 後面秀根本不用看 我們造劇比較蓬勃啦 對 豐盛一點 應該講說我們所有的舞蹈 選擇歌曲 還有我們的造型 有別於其他女藝人 只有兩派 一個就是很露 對 然後一個就是青春育女性 對 什麼藍魚粒這種的啦 還有美鳳姐 還不是難得妳的該作息 都很辣 美鳳有夠膠的 她可以穿比基尼在台上 對 她叫黑珍珠 有那曬的全身都黑的嘛 她也是歌舞啊 對不對 講到發片 我是怎麼發片的 我不是歌唱的好發片 是因為那些唱片公司 覺得我主持這麼多節目 所以那公司就把我牽進去說 來 你發歌 你就是他們的師兄 所以我就讓師妹 師弟他們來上節目 她是因為這樣方便 才叫我去發歌的 原來在50年後你才知道 其實這個我也是一直想不透 後來她發現 原來她是 這麼能唱 她發了六張唱片 你有六張 你的手太多了 包青天沒大沒大 包青天也太好 當然 妳依然在我青森處 那是後人 這一種比較紅 祝妳一路順風 還有前面的 還有一路順風也有 我是個容易上癮的人 寫我歌的 還是寫吻別的何啟宏耶 對不對 我都不知道 都不賴耶 怎樣啊 我不認真 怎麼不認真 我都不知道 這是我 我都沒有 這就是我